您正在收听的是SBS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sbs.com.au 闲写杠Mandarin或下载应用程序SBS Radio App 21岁的海达里原本期待着未来充满机会的生活 然而在2020年 他的丈夫哈利米杀害了他 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 那时他们刚刚结婚六个星期 海达里的这段婚姻是在他母亲强迫之下达成的 海达里的母亲詹与十几名家人一起进入维州中级法院法庭 他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因强迫他人结婚而被定罪的人 被判处三年监禁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他可以在12个月后得到释放 法官达尔齐尔告诉詹说 你滥用了作为你女儿母亲的权利 你滥用了作为与他一起生活并受他尊敬的人的权利 这一判决在法庭上引起一阵不安 詹在被带走之前便称自己无罪 一名家庭成员感到崩溃并被送去了医院 海达里的姐妹在另一个人的怀里哭泣 说我失去了我的姐妹 现在又失去了妈妈 詹现在还面临着可能被驱逐回阿富汗的危险 这对面临塔利班迫害的哈扎拉社区来说 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 但法官表示 需要对这种罪行的强有力的威慑 以确保在澳大利亚每个人都知道 强迫婚姻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与包办婚姻不同的是 强迫婚姻是指某人在自己完全不能自由 做出决定的情况下被迫结婚 澳大利亚早在十几年前 就将这种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不过直到今年之前 还没有人因这一行为而被定罪 施奈德是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负责个体剥削案件的警监 这是一个跨越不同种族群体 文化群体 宗教团体的共同问题 也是我们澳大利亚所有社区中存在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社区中 所有人都需要警惕人口贩运的迹象 有些女性很幸运地逃脱了强迫婚姻 比如莱拉 为了她的安全 这里使用的是她的化名 莱拉说 高中毕业后 她被家人引诱到美国 与她的表哥见面 并生活在了一起 两周后 我的表哥向别人介绍说 我是她的未婚妻 她告诉大家 我们在一起了 她说 她最初以为这是个玩笑 结果却变成了来自家人的真正威胁 说必须要嫁给她 我很无助 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我想如果我去警察局 警察也不会支持我 我没有钱 我觉得除了留在这个人身边 别无他法 然而当他们结婚后 她说她陷入了一种情感 和身体虐待的关系中 很多时候我不想靠近她 她身材比我高大 也比我强壮 所以我没有办法推开她 或去对抗 多年后 莱拉发现 强迫婚姻是一种犯罪 随后警方立即帮助她逃离美国 回到了澳大利亚的家 我紧张害怕 但我也很兴奋 很高兴 所有情绪都交织在了一起 过去五年来 警方共收到440起 与强迫婚姻有关的举报 超过一半的受害者 年龄在18岁以下 近三分之一的受害者 年龄在16岁以下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负责个体剥削案件的警监 施奈德表示 我们认为由于犯罪的性质 可能涉及胁迫威胁或欺骗 强迫婚姻肯定没有得到充分的报告 警方表示 他们的首要任务 始终是保护这些幸存的受害者 对于莱拉来说 这种保护来得很快 而且意义重大 在我回来的那周内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认为这发生在完美的时间 因为如果我在那里 再多待一周的话 并且发现我在那里怀孕了的话 我想我的人生就会结束了 喜欢 分享 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SBS普通话页面